这是我们的联合军事行动 无论是从演习的兵力上来讲 就是达到了陆海空 包括火箭军 战斗志愿部队等等 联合作战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接着从演习科目上也确实比较多 包括风控 对海对空的这种一系列的科目 底下就是范围 演习场地比较广泛 同时在台岛周边 设立了六个演习训练区 进行海空联合训练 援火石弹射击 以及长岛石射 可以表明 解放军完全可以控制台岛出口 对于台独分子 是一个很大的震慑 所以我认为 如果说有重大突破的话 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范围广 这个范围之广 可以说是我们过去 任何一次对台独威慑军事行动 前所未有 包括26年前那场的96年台海危机 跟现在比 可以说小屋见大屋 第二个可以说靠近台岛之近 也是前所未有的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第三个可以说 这次对台独和对外部势力的震慑效果之好 也是前所未有的